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亿万大赢家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黄世民 今天是礼拜五 祝大家周末愉快 那么今天受到美国股市 这个昨天的下跌 那么开了一个所谓的一点低的沉洁盘 那么很明显这是在怀映利空 这个所谓的他们的联准位在晃英 预估在五月又要深袭两马 以至于这个台股就被打得东倒西歪 真可惜本来还可以向上的 整个电子股又下跌 那今天的好处就是说 留了一个很长的下影线 最多跌204点 收盘只有跌102点 成交量扩大到2682亿 最主要是贵买人气散掉了 这个是最大的讨厌 我跟你讲看盘的重点在贵买 贵买强行情就比较稳 贵买不强行情就比较危险一点 其实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现在因为每个股票的位阶时空不同 那我们还是一样要解大盘 大盘我从18545 这里是18575 1月18我跟你讲 这个小心一点 五波段下跌 五波段下跌合理说话已经完成了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利空还是 天上的乌云还没有散起 乌尔战争 5月9号应该会做一个结束 就是一个画一个线结束 因为这个战争的态势非常地清楚 它就是要画乌东这里跟乌南这边 南北对峙 就像所谓的韩国一样的一个情况 将来会这样子 那么两个 三个地区甚至于四个地区都要喊独立 甚至于将来合并到所谓的俄罗斯 以前叫做苏联 它府丁的目的是这样子 所以5月9号它是攻打赢纳粹 二次大战打赢纳粹的祭宴日 大概在那一天会 占领了以后再来和谈 马尼布布尔那一定会被打掉的 剩下两千人在里面 什么打也要把他打死 对不对 我不是说赞成人家 这样侵略人家 不是 这个战争一定要赶快结束 看谁会赢谁会输 态势很明显 就是乌冬这边战去 这个乌 再来就是生习的问题 通过膨胀的抑制 疫情扩大 Omico的疫情扩大并不是很麻烦 可以说相对的得到以后 死亡率是相对偏低 那么也会 像今天的盘上的反应就 反应什么 反应基加 这个问题 基加隔离的问题 那没关系 我们仔细的看 这里仔细的主体 礼拜一要迅速把它这个五日线 因为五日线还在向下 今天向上了 所以你要赶快攻上五日线 17038 今天说白17025不难 只要今晚的美股不要再暴跌就好了 只要小跌就上去了 最主要这里有一个重点 它在这边组两个叫做W底 对应这个M头 那这里已经四五只脚了 最主要在16764不能跌破 16764 16764不能跌破 这个跌破会引来一波的卖压 这个是要注意 那当然这个跌破要看哪一只股票 2330 有没有跌破 2330的552不要跌破 基本上也应该不会太差了 所以下周一战轮的五日线 17308以后就比较好一点 电子股不能再落 那你在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有两种情况 我说过跌破17 跌破17这个 16764 这个才比较有 大概离现在 差不多300多点 一般来讲不会跌破 但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假设它不会跌破 你要找什么股票 找好的股票 我不会叫你最最高在上面的 应该是滴滴在下的 叫做炒股 炒底上来的 守株待兔 你子股控制好 不要买太多太杂 所以下周一定要赶快站上 从这个夜线来看 要赶快站上 这个周线来看 要赶快上 迅速站上这个年线 但是目前年线还是差一点点 这个也是要慢慢来 要涨上去恐怕也要 所谓的贵买这边比较强 另外美国股市 稍微比较好一点才有办法 现在问题在美国股市是这样跌 昨天是开高走低 NASDA也开高走低 现在是美元指数也一样的 这样子的升值 升到101百分比 因为美元指数是百分比 就是六种货币对美元的一个比 这个index就是百分比 index指数 那你今天这种强势就表示美元很强 那台币就要生贬值 这个是比较头痛的问题 本来昨天有下来了 本来昨天有下来 差不多了 忽然之间晃烟所以又上去了 是不是 可是外资在今年来讲 它在起伍市场回补了2000口 现在7997口 这一除夕跟上个礼拜很接近 上个礼拜也是礼拜三涨 礼拜四小跌 礼拜五又跌 礼拜一小跌 又还这一套 但是我认为礼拜一不见得会跌 那投信在这里也是显得有一点蓝山的味道 我们看到今天外资是卖了216亿左右 投信还是买 那么自营商是卖避险的关系 总共卖了227亿 投信的买未必是正确的 有时候你也不要乱追 买航空股的华航 利基店华新 华新这几天很强 那卖的也是一样 卖勤创中钢 财经 中钢有出利空 你有钢铁股小心一点 那慧阳也今天也开始在卖了 我们等一下再讲个股的问题 那新贵的部分 买精彩 这是台积电的 所谓的 上游厂商 卖一些IP的部分 所以你IP的部分 你要先避开 3443这个都要先避开 3035 对不对 都要先避开 四新也一样 今天很多高价股 跌得鼻青连走 因为申习的关系 所以很容易引来强大的卖押 像四新 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做的股票 对不对 你看破底 再来台政科破底 很多人在这里跟你介绍 你看台政科破底 创委也一样面临这个问题 金鸿 申达科我卖掉 198 景硕今天在补跌 汉雷也在补跌 AESKY 这是2000的时候 我告诉你要卖的股票 一路一路 QQQQ 但是有一档股票叫做台大力广 它不跌 它已经不跌了 也就是该卖的卖的 成交量萎收到800多张 它算不少 你们都在这边抢套牢道了 上一兆2710块 我跟你讲不能买 现在跌了1000块 就差不多了 那我看到这一档股票 这个是赚169块的好股票 赚169块的好股票 对不对 139块的好股票 那我就想到一档股票 是今年才上市的股票 叫做瑞典 一个新上市的股票 3592 它赚65块 毛利率42% 净值132块 相当不错 那它现在的价位 我那一天买的时候是4549 459这一天 第一天 因为它站稳了这个年限 联系三天站稳 我才敢买 我的观点是这样子 我看到大立光的不跌 找到这一支股票 曾经在外资 在一月份的时候 喊目标价860块的对点 刚好在这里它喊 6百60块 我看到这个我就卖掉了 这一档股票 我有做过 今年年初的时候做过 我出来上市还是卖掉 卖掉以后 我这一次再重新的回来 跌一波两波 三波四波五波 五波段完成 战伦连线 459块买进 459块买进 你看这个买进 你说老师 这个sale都会写 那我这个买进 10点26分 459 10点25分 有没有看到 459 4月20号 礼拜三买的 我说这个下跌五波段完成 报复性晚战 底部进场 不赢也难 告诉你去年的EPS65块 要配息45块 殖利率9%以上 一个高价股 殖利率能够9%以上 不简单 昨天继续涨 今天又大涨 在拉尾盘上来 今天拉尾盘上来 我459块买进的 拉尾盘 这是投信的杰作 我实际上买股 叫做潮底 我一个会员 也有买一张 也有买十张 也有买五张多有 买十张的459块 459 到今天的514 459 到今天的514 55块 扣掉手续贿等等 大概52块 赚52块 10张52万 一张的5万2 五张的26万 一档股票 20号买的 我公开的印证 所以 我说潮底成功 另外的长龙 我也一路告诉你说 这个缓步期间 这个没问题 只要你随着 跟着五日线走 不要跌破五日线 今天到143块 五毛 五日线在143.2 它就跌不下去 你就很简单 它已经进入超买期 进入超买期 就不用担心 它这个缓步期间 不要急拉 你看到它只要盘中急拉 你就要小心一点 它就容易出来 引花的卖压出来 这是缓步期间的股票 这个长线加 不能跌破 你记得143.5 不能跌破 就是这样做 股票有买有卖 会买也要懂得卖 像我台办 台办 前波段85块3毛买 91块6毛 91块8毛卖掉 下来78块喊到现在 86块3毛昨天卖掉的 解码 拉回再买 找买点 公司派做多 我昨天为什么要卖 我做股票最怕什么 最怕地多出现 我昨天这样卖 86块3毛出一半 拉回再买 86块出一半 因为我看到这一则 车用二集体高速成长 台办 大股东三页买进 自家股票1200块 表示大股东积极地做多 对不对 可是我看到这个 它现行告诉我要卖 86块3毛卖出 86块3毛 在当天的9点07分 我做这个动作 5425 今天回到83块4毛 下来我还要再把它买回来 下来我要把它买回来 还没有买 还没有买 我上坡是这样卖的 这叫做核心之骨 来为操作 为什么我看好电动车 你看特斯塔昨天在盘中的时候 美国的特斯塔 在盘中的时候 曾经涨8% 9% 因为它的业绩不得了 最后涨2%多 它将在世界包括欧洲 包括中国大陆 包括美国在世界各地 它的量会很大 倍数成长 在德国一万步 然后将来会到50万步 在中国大陆那更多 特斯塔并不便宜 所以特斯塔的概念股 有两个 其实代表美国的精神 就是特斯塔跟Apple Apple现在要做WiFi 6 我们也是值得期待 所以有些5G的剑刺 像中蕾那些也在涨 智义那些也在涨 也是一个观念 你观念正确 你去买股票做正确 台办就是电动车 电动车除了台办之外 因为我该卖我也会卖 拉回再买 对不对 那强茂也一样啊 强茂是我在前天买的 69 79块9毛买的 我的买进的原因是说 当天台办 在礼拜这一天的时候 三天前 台办是最高到84块8毛 那他呢 79块9毛 以前他比他贵 以前这一支股票是曾经到125块 比他贵 现在台办比他贵 这叫做不合理 所以我告诉你的英级扬升 匹级泰来 明日见真章 原因在这里 买进 物重压 分批买 对不对 隔天 今天马上涨 马上涨 马上涨3块8 今天跌了248亿 跌有什么关系 股票不怕跌 股票不怕跌 他在这边足底足完以后 他又要上去了 可能就登上100块也不一定 可能不止 因为这一波 投信卖很多 但是很奇怪 台办却 54欧却买很多 一样的 做法不一样的 一样做一样的 不一样的结果嘛 强貌 我107.5卖掉 跌到80块 差27块 差27块 你说要不要买 大盘有没有跌那么多 没有啊 所以我用价比价的观念 超级比比台办 跟强貌 所以我才敢伸手去买 我刚才所讲过的 代表美国的精神 Apple 我们先不看 那么代表美国的精神 就是Tesla Tesla有两个部门 一个是电动车 一个是SpaceX 这个就是将来 未来一定有行情的 欢迎你收看我的节目 每天一点到一点半 10点到10点30分 内航能看门道 外航能看热闹 你一定要找一个 有经验的老师 有真正的实力 有学力 学经历技嘉的老师 我高考及格 金融人员 这是本行的嘛 这是内行人嘛 分析师证照 我在政府还没规定要 我就有了啦 我期货分析师93年就有了 因为我们公司没有期货 但是我有期货分析师 下个月就有了 经历 我当过建商的总经理 当过头顾的总经理 也受聘到中国大陆 当首席分析师 我也在辉闻周刊写过文章 在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 民国96 97的时候 我有三本著作 都要重写 时代在改变 潮流在改变 就是要重写 我的观念二低一高 黄金法则 获利稳定 价值被低估的股票 是我这一波 下来要买的股票 叫做守株待兔 不贪不击 我指骨控制得很好 你来参加我就知道 我是一个懂得 控制风险的老师 我们长短配置 快速激动 隔日冲 三日冲 追求绩效 长线来围操作 核心之物来围操作 我们真实操作 同手武器 这个是我标榜的诚实 这是我一致 要标榜的东西 我们市民与你感恩 好理贡献吗 母亲节感恩大优惠 现实抢购 我们把时间拉长 然后把discount打下来 小个大碗 你真的想赚钱 跟着我说 有经验的黄世民来连行 跟着市民走 赚钱一定有 你不要随便乱买股票 乱买股票就是会套牢 你小心一点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摩尔坚持用心选股 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 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闻侠耳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 0223946168 23946168 摩尔坚持用心选股 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 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闻侠耳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0223946168 23946168 程序上个阶段 我们所讲的特斯拉的概念 有两大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电动车 电动车已经要走到 ADS 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 像中战争最近很强 有的很高了 这一档叫做自身 ADS 自动驾驶 电动车的主流股 今天大盘跌 它也跌不下去 这一档股票 我不是今天来告诉你 自身 我在4月6号的时候 昨天也告诉你 4月6 昨天我们还买 4月6号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 ADS 特斯拉认证 就是这一档自身 底部完成了 去年赚5块1毛3 中战争没有赚那么多 这个是所谓的 自动驾驶的部分 我4月6号就跟你 介绍这一档股票 你去看看有没有 4915 我就一路的跟你讲 ADS 特斯拉的概念股 对不对 你这个回来都可以注意 曲红今天跌回来了 我没有叫你去追高 买这种股票 我们长线操作 高卖低接 下来要接 下个礼拜又可以买进了 对不对 我从90块2毛 跟你介绍到现在 亲爱的投资朋友 真顶也一样 真顶也是好股票 这个拉回都可以买的了 4958 4958 这个拉回都可以注意的 这个长线主流不会改变 整理完以后又要供一波 又要供一波 好股票很多 你不要因为大盘而阻碍你的判断 但是也不要因为大盘左空 你就不得不空前管控 这个都不对 我们买好股不怕大盘谋 对不对 其有我也是高卖低接 内行能看门道 外行能看热闹 你要跟着你的好朋友 黄世民一起来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ID 小老鼠墨 无疑留吧 Telegram 跟LINE A 真正的 好的老师 我不是包奖我自己 我们凭良心 用扑杂心关怀 请跟大家一起 省困座位在道顶 佛买的股票 二低一高 黄金法则 稳定获利 价值被低估的股票 价值被低估的股票 他一定会上来 快速激动 我们激动的 就是隔日冲 三日冲 追几乎继绣 长短杯子 花十七才 该赚的 我们赚到口袋里面 像东检 是不是下来了 我卖我都告诉你 我们真实操作 童手武器 收看我的节目 有什么好处 我们真实一对 欢迎你加入 我们赚钱的行列 市民与你同感恩 好礼敬献 母亲节感恩大运会 这个你不要错过 这个是一年 只有一度而已 我们把时间拉长 解决你的股票 我知道你们股票 有很多问题 拿来我一档一档 一百万一步一步地 帮你解决 然后把discount打下来 想要赚钱的投资朋友 跟着你的好朋友 黄世民一起来 好股票要跟好朋友分享 祝大家周末愉快 换开心情 下个礼拜再来打兵 谢谢各位再见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计较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计跟实际官司 正厚 回到 未经计 未经许 未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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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计